开个斗电我不知道 我现在不是开了橱窗吗 我橱窗都压了500 你看就像我太太他们种的这个红薯 因为这种红薯的话 都是属于农村里的东西 我只是觉得农村种的东西 它至少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哪怕可能有时候口感不是那么好 但是它至少没有任何添加了 现在你在外面买任何东西 它都会有添加的 就那种成片去种的人家那些东西 可能都会打过那些东西嘛 对不对 成片种的肯定会打过的 就是包括红薯一样的 这种是属于本来就属于正常的 你只有打过它才会没有任何东西去吃 那虫子都不吃 就像人家比喻一个黄瓜似的 你们还记得以前那个梗吗 比喻一个黄瓜 为什么黄瓜我摘下来了 不对 是说摘下来那个花都还能持持续好久 你会发现农村自己种的黄瓜 它会很丑 就是什么就是那种弯的呀 或那种什么之类的 不会那么直流 而且也不会长得那么平均 所以像这种都有都是有道理的 虽然说像那种可以让农民 会让一些就是大棚或什么东西 他们种植的那种收获会很多 但是的话 反正就是有利有弊吧 任何东西一样的 你农民种的东西它丑一点 可能就卖的不是很好 像人家那种好一点的 长相好一点的 但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可能加了那些东西啊 就补那些什么 然后像我们在农村吃的东西 基本都是自己吃 你看 你看就像我太 像我那边那个 我那个 我那边那个奶奶 人家都80岁了 像我自己的奶奶 我自己奶奶 我自己奶奶今年都 我自己奶奶都七十 七十五 七十六岁了 我奶奶 我奶奶七十六岁了 我爷爷七十七十四岁 那个泰坦 那时候以前是 是火 那时候90岁吧 都年龄比较偏长一点 因为在农村吃的都是完全没有 像添加东西 现在 在外面城市 没有 不可能什么东西没有 就没吃到那些 太难了 因为我想做这个也想的 其实那种 那种阿姨阿奶他们平常就是那些奶奶啊 那些爷爷啊 他们年龄比较大了 人家坐一天就是拿个小板凳 就坐在那个集市上 可能一天可能还没人买 人家还得去两天三天就这么去 假如说你能够帮人家带了 可能人家也不用这样去守的 对不对 所以这也算是还好吧 到时候我们这边挖葛根了 到时候我也会上葛根 这我家门口呀 我家门口 对啊想法蛮好 我就打算先慢慢做 急不来 因为我想做这个渠道化 跟我以前直播方式肯定 肯定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家阳朔的 我家阳朔的 寺堂那边蛮多 他们那边有什么 葛根吗 换单些金 葛根吗 我们这边葛根也有很多 那天我那天我去找了一个隔壁村的一个书记 跟人家那天在聊天啊 就是那天就是我找了一个一个书记 是一个村的书记 因为人他是也弄了一个店铺 但是的话他是做葛根粉的 还有葛根 我就去找就是我就去找人家去了 就问人家 因为我当时觉得 我当时觉得就是我的 我还不知道怎么去弄店铺 可能一些注意的事项我不懂 我就去找人家去学习去了嘛 就问问人家 然后呢就那天跟他 嗯在那聊 他觉得就是我的想法挺好的 如果说能做起的话 后续可以往我们周边的村子的那些村民 可以 我们的葛根基地 然后我们村就是我们那里 我们村里也有人种 就是包括我们外面那里一片的话 也种了很多葛根 我们这里也很多葛根 四堂离我们这里远不远我都不知道 什么要给我介绍对象 他跟我很熟吗 他跟我也不是很熟 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冒昧的吗 你不认识人家 你就跟说我给你介绍对象 操这个心干嘛 好像他也吃了我家米一样的 还得给我操心给我介绍对象 林贵啊 我知道好像林贵有二堂四堂应该是在这点吧 是有个叫四堂的 有林贵有二堂还有叫四堂 哎呀啊不行我上楼去了真好我手机没电了 我就准备上楼睡觉去 睡会就要睡到12点现在就干其他的事情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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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你干嘛 你早上为什么又在那里哭啊 你们赖苦 赖苦鬼 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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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走开走开 我要睡会觉了我有点困 咪 咪 咪 走 我把这条裤子拿着 咪 所以两个小时差不多吧 最少点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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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了 那个 我们六点 六点半打完了 然后刚做完饭吃 吃完饭 做完饭吃完饭 那是我指 走 你看一开我的门 他知道跟进来 哎 昨天晚上我哥 我执女被给我扫除 剪了头发狗啃的 实在在哭 叫死了 感谢水果哥 我把头发小哭的都是没办法 都随随我得 你等会把我的瑜伽店给我搞坏了啊 今天周日啊 现在周日不需要上学 周日不上 明天再上 他们都是早上去的 对啊 我还得把我那个店铺搞好 在你弄吧 这个让你出去 啊 哦 想法都是挺好啊 但是就是一步步做 这个衣服我也洗掉了 我这个手机怎么那么多糖啊 昨天晚上难道我摸了蜂蜜摸了这个手机 我们村很少 我妈那里人多 我妈那里离我家也不是很远 我妈我妈那个村子姓讲的人多 不是桂花糖 是昨天晚上摸了蜂蜜